高质量发展项目是推动全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按照十四五时期全省项目投资7.3万亿的总体目标 我省构建了分地区分行业的网格化项目谋划储备管理机制 全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加快形成有效投资 努力实现金面投资开门红 为十四五开好局骑好部提供有力支撑 作为我省唯一一个国家级装配式建筑科技示范工程 投资五亿元的水阳铁西区科创源项目 一期二期刚刚投运 三期项目就开始启动建设 三期主要以二两层的钢结构加PC为主 大概是今年年底完工 投资194亿元的大连地铁四号线一期工程正在紧张施工 四号线一期工程建成后 将成为大连城市核心北部东西股价线 土建一期工程计划是三年工期 合同工期是1090天 整体应该是在2023年底 这样把我们整个一期的土建工程做完 现在全省已经迅速进入滚动推进项目建设状态 截至目前 共有9159个计划实施项目 入入项目库实行动态管理 总投资4.9万亿元 年度投资8540亿元 其中1元以上项目6014个 5亿元以上项目2266个 10亿元以上项目1270个 省项目谋划工作专班去年11月份成立以来 充分发挥引领带动和综合协调作用 推动省级各专项工作组和各式专班 加强项目谋划对接 各式聚焦重点领域和方向 充分挖掘谋划本地区投资项目需求 省值有关部门及时掌握 国家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和投资热点领域 组织谋划本行业省本级项目 构建了分地区分行业的 网格化项目谋划储备管理机制 推动项目建设 在盘景精细化工产业开发区 辽宁海德新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投资31亿元 新建的年产100万吨 低流沥青生产碳基新材料联合装置项目 正在进行土地平整 预计4月上旬结束 到10月底 整个土建工程 包括设备设施的基础施工能够结束 到2022年年底 整个工程就要聚目验收 我们的主要产品是旅用洋脊 在整个东北地区 我们应该是第一家 我们坚持提早谋划 狠抓项目建设 明确了时间表 任务书和路线图 组建了工作专班 定点联系企业 对今年开工复工的37个项目 开展了包袱工作 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 确保一批重点项目顺利推进 我省还将筹备召开金融机构项目对接会 落实与大型金融机构合作协议 推动信贷资源向科技创新 小微企业 绿色发展等领域倾斜 此外 我省正在完善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的机制和政策 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 基础设施不动产信托基金试点等方式 深化与中铁 中建 中交等央企合作 吸引社会资金投入 创新盘活存量资产 本台报道